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默默地退还了小峰全部的消费 说隔壁还有一家家校 小峰说 我就是隔壁那家介绍过来的 家校说什么也不收小峰 非要给他退学费 小峰只好去银行把学费存了 结果遇见排队 正在小峰着急的时候 还好遇到了一个好人 跟小峰说 他取钱而小峰刚好去存钱 小峰直接把钱给他 是吧 这样小峰和他就不用排队了 小峰想想 也对啊 一个取一个存 就开心地把钱给他了 然后还给人家说 感激呀 人间处处有温暖 世界处处有好人哪 存完钱 小峰就回家了 结果刚到家门口 就被一起喝猪的女神拦住 女神说 他电脑坏了 想去电脑城买个电脑 小峰一看 这机会来了 是吧 就跟女神说 要是今天陪陪我 我就送你 女神还觉得答应 于是他们玩了 一下午的无子旗呀 最后小峰骑着电动车 一路把他送到了电脑坑 到了夜里 小峰哥们约他吃烧烤 吃完烧烤回家的路上 摊上了一门大事 交警正在查酒驾 小峰和哥们都喝了不少酒 早就喝大了 想要跑 但前面都是警察 你跑的根本就跑不了 没办法呀 小峰只能硬着头皮 走到交警面前 对着侧酒仪 吹上了一口 急起疯狂的鸣叫 小峰想 再想完了 酒驾可是要坐牢的 心里头一难过 抱着警察 哇哇地就哭起来了 死活都不撒手 谁知道警察对着小峰 一步大吼 别妨碍我们知情公众 赶快走 骑自行车给他臭什么热闹 好 立歌脱口就天天把你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立歌脱口就天天把你动 懂你